橘斗罗临死之前向唐三求饶 你们可曾放过我跟小五 你们可知道 那次的事 让我和小五受了多少苦 你们又可曾放过蓝殿霸王龙家族 可曾放过我的父母 还有无数惨死在你们武魂殿手中的强者 武魂殿造的匿名 已经太多了 停止你的腰盖子 是的 你是一名封号的奥罗 让自己死得有尊严一心 是的 你说的对 身为封号的奥罗 本座为什么要如此悲风屈膝 走到今日这一步 都是因为我自己 如果不是因为我贪恋无魂殿 带给我的荣华富贵 本座又何至于如此 如果还有选择机会的话 下辈子 本座一定要做一名自由魂师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自由自在的生活 比什么权势地位金钱都更加重要 或许死亡对我来说 是一个新的开始 还是 是一个新的图 没有新的图